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導全世界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很特別 他是一位歌手 他是這個張涵雅 那麼他是台南英雄的人 已經五度入圍金曲獎了 五度 對 第五次 入圍很多項大獎 但是還沒有 還沒有真正的拿到 還沒有真正的拿到 那我先請教你一下 就是說這個你本來也是國小老師 那也是歌手 你為什麼有辦法那麼會唱歌 我從小就很愛唱歌 就愛唱歌 祖賽就是爸爸愛唱歌 媽媽也愛唱歌 所以就是他們出去唱歌 我就跟著出去聽聽 所以一些老歌都很愛唱 爸爸媽媽有歌要唱歌 我爸爸以前在我心目中是小飛玉琴 對他唱飛玉琴的歌 唱劉文正的歌都很厲害 所以我就常常在我自己在那裡愛唱歌 劉文正 大家還知道是不是 飛玉琴還可能知道 就算劉文正可能不知道了 沒關係我知道 就是我都會聽他 三不五時就在他的房間開演唱會 房間開演唱會 對啊 什麼意思 他就是很愛在他 他就是三不五時想到 他就可以自己唱得很開心 媽媽也是 媽媽也是 他媽媽是很愛聽我唱歌 爸爸因為他很會唱歌 所以他會比較 會聽我唱歌 然後會教我 我覺得你這樣唱 不夠軟 我覺得你這樣唱 那動音不夠自然 煮菜人就給我教 我覺得這道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說爸爸媽媽都很愛唱歌 在房間就開演唱會 那是一個什麼樣家庭的氛圍啊 其實講到家庭氛圍 我覺得我們都是喜歡音樂的這個家庭 所以音樂跟唱歌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那另外一個層面來看 我覺得也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我爸爸媽媽也會對我 對於我唱歌這件事情 是保持著 開放的 對 他們是給我自由給我空間去飛 對 他們不會說 不然你就好好去拚做歌手 不會 也不會這樣講 因為其實 其實老人老人家 他們比較會擔心不穩定 那我 我爸爸比較擔心 他會覺得說 你一個老師好好 你不去教菜 你有什麼要去唱歌 但是他會黏黏黏黏 可是他還是會 只是稍微 他會拉一下我 風箏還是給你飛 他會拉一下我說 你如果覺得不透明 你就是回去做老師 我 我說起來 像我的父母親 是一個嚴肅的人 對 特別是我爸爸 我爸爸很有演 我爸爸就是那種 大家看到的眼神 都要退避三色那種 那所以我家裡聽不到歌聲 真的 其實我還蠻羨慕你的爸爸媽媽 隨隨便便就可以唱歌 那家裡的氣氛完全不一樣 是不太一樣 對嗎 你爸媽媽會玩家嗎 也是會啊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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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韓雅也是國小的老師 對 他今年 不好意思 今年38歲 因為這些網路上都知道 對 對 那 那 雖然是愛唱歌 是一件事情 可是要入圍金取獎 而且五度入圍再就不容易了 這個人要唱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人要唱你 這個人要唱你 平常是人家說阿嬤吃的 你是業餘的 嗯 可是 當你要轉職業的時候 你一直比賽 然後一直得獎 甚至於國家入圍 就是一種肯定嘛 而且還五度入圍 這個東西要把歌唱得好 需要 啊 有老師來調教嗎 因為唱法啦 或者各方面 其實 我一直都沒有太多所謂的 什麼老師教 但是 我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在磨練自己 我從小就很愛唱歌嘛 那再參加各個 各個大大小小的比賽 嗯 然後 從國中高中到大學參加 比較大的比賽 大學畢業後正式參加 東森新人王跟 呃 星光大道 我覺得那個歷程 都是一個慢慢調整自己 嗯 訓練自己的模式 嗯 然後畢業後去駐唱 駐唱也是一個磨練的空間 你可以去嘗試很多歌 很多唱法 一直到做專輯 嗯 專輯又是另外一塊很不一樣的東西 是 它 它 不是你唱得好聽就好 你如何要唱得細膩 嗯 跟把這些歌唱出它的精神 嗯 它可能像我這次的是爵士的風格 對 就不會是像我們在pop唱歌啊 在外面唱歌那樣 喔好像唱得 唱得好聽就好 反正你要去琢磨那個細緻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花了十幾年 甚至十幾二十年去琢磨去探索自己 慢慢慢慢去磨出來的 嗯 因為我看這個 啊 洪隆宏啊 嗯 他在接受他爸爸的調教 是 哇那這是嚴格啊 對對對 要去日本 然後什麼東西不能吃 然後幾點起床就要開始練 然後要開嗓 要怎麼樣 哇我看 我覺得 後來我當然聽 我喜歡聽洪隆宏 洪隆宏的歌 是 我看他的歌的那個 技巧很多 對 但是我不懂啊 我是說像你需要 需要這樣的被磨練嗎 這種技巧 還是說這是 欸 渾然天成 也沒有渾然天成 其實我 我們也會去練 嗯 以前 比較沒有那麼厲害 就是可能你會去從歌手 去聽歌手 啊他這個 他這個動音是怎麼動的 對 你去模仿 從模仿裡面去學習 那後來像我這張 爵士這張專輯 這次入圍這張專輯 就是爵士嘛 其實我從來沒有唱過爵士 嗯 所以這 這個這真的是有請一個 就是專門唱爵士的 老師 來教我 那個是完全不同領域 那我們也是平常都要慢慢 去琢磨自己的聲音 還有什麼樣子的可塑性 嗯 你不要唱過 譬如說 像爵士他就是 跟我們平常唱的不一樣 他就是要 怎麼樣輕輕唱 可是你要到位 嗯嗯嗯 對那個靈魂的味道要出來 等一下我們會聽到 這個 涵亞呢 今年入圍的 這首歌 叫做 不怕差幾歲 是 這首歌是不是 你要殺害 吳國寶 哈哈哈哈 吳國寶就是他的老公 新竹市議員 對 哈哈哈哈 那不是 對 也可以這樣說 哈哈哈 因為他的老公 51歲 對 涵亞 38歲 33歲 是 不怕差幾歲 不怕差幾歲 哈哈哈哈 年齡不是問題 哈哈哈哈 對啊 其實也是要鼓勵大家 其實 就是 有時候 人跟人在一起是一種緣分 對對對 你根本不會去想到說 你會去嫁給一個差十幾歲的人 其實也沒想到 對啊 所以 其實 就是鼓勵大家 這段我鼓勵大家 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去怕差幾歲 不要怕身高的距離 這樣 剛才你愛的人 身高距離 這是可以補足的 因為你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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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高就補足了 哈哈哈 人家說鞋子 但是 我問你 因為這是題外話 就是說 吳國寶也是我認識的 優秀的議員 新竹市 那麼 也高票當選 一直在高票當選 是 啊你 啊 差十三歲 嗯 兩個人生活有沒有 人家說什麼 世代的落差 多多少少有一點 譬如說 我先生他是比較 啊 畢竟是政治人物 他的性格上也比較拘謹 那我 你看我 我剛才說 我們都是 愛唱歌 樂觀開朗的 自由自在的 我爸爸媽媽也不太會管我 不是那種很嚴肅很嚴謹的人 那 其實一開始 想法上 觀念上 都會有點落差 我們就比如說 穿衣服就好 然後可能年輕 我可能就覺得 啊穿個短褲 啊他就覺得說 你應該要穿到膝蓋啊 哈哈哈 哦 對就是 之類的 他就會 怕人看 你應該要穿更長的啊 你這樣想跌 哈哈哈 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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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後來 後來聽誰的 看場合 嗯哼 對 比如說我如果自己出門啊 跟我的朋友 嗯哼 我就會 穿我自己喜歡的 小露一下 對 我就喜歡穿輕鬆嘛 就穿個短褲 穿個球鞋這樣 對 如果是跟他出門 嗯 那我就會尊重他的想法 哎呦 哇 難怪 換他喜歡的 哈哈哈哈 哦 那 比方說會 有些人會 錄一下事業線 這樣OK嗎 當然是不行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 不可以不可以 你沒有跟他 老天的時候可以嗎 也不可以 這個部分我就比較不會 我就頂多會穿個短褲 哦 短褲短裙 這個他就是 我就 看場合 啊那個呢 這個 相間為露可以嗎 可以可以這也可以 無袖的可以嗎 可以 可是我老公就是比較保守一點 嗯 所以要盡量在 他可以接受的狀態下 哦 所以我們 我們會 很少一起去逛街 哈哈 因為看著的衣服都不一樣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想要買那個人家 他說那個人家 你們就全去賣錢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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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沒有啊 他就是可能 他的想法也比較傳統一點點 對對對 我後面替你注意 哈哈哈哈 我們散步的時候 我們做的吃飯 我來看他 如果小孩子穿得少 我看他的眼睛 有眼睛看的 哈哈哈哈 如果他一直在看別人 然後又不准自己的太太這個穿 這樣怎麼可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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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下次麻煩洪一哥 哈哈哈哈 韓雅他嫁給了新竹市議員吳國寶 吳國寶 吳國寶已經做了十幾年的議員 對 每一任都連任 而且越來越高票 對 啊 國寶後再跟他說 說他薪水都給他灌出 對 他都沒有進入自己的口袋 是 他沒有薪水 他錢有給你嗎 哈哈哈哈 有啦 因為他自己有自己的事業嘛 所以他一直都會說 做議員 這件事情對他來講 只是 真的是奉獻的 對 因為他請了很多個助理 然後服務處也是每天在開 這件事情其實很難有其他的議員 跟他一樣 那因為他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他有自己的事業在支持著 一個建設公司 對 他有個自己的事業在支持著 做這件事情 對 所以還好啦 還不會餓死 但是 對 他還是蠻照顧的 一個月給你多少 這個可以說 哈哈哈哈 這個可以說 可以啊 可以啊 當然也可以說 沒有啦 他就是幫我當定存這樣 每一個月就是固定多少錢 這樣子存戶頭 但是 他有給我信用卡 他就說 你想要買什麼 你就去買 這樣 所以 在你怎麼刷就對了 在我怎麼刷是 是對啦 不過他看賬單的時候 也是會黏著 你還買什麼 你還買什麼 哈哈哈哈 不會啦 他不會啦 我知道他不會 對太太很慷慨 對 對 我這樣訪問 會不會緊張 小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剛剛覺得 還蠻舒服的 現在冷汗 有點 被有點流汗 這個 吳國寶議員 跟韓亞 國家應該頒獎給你們 對 因為 那一年齁 娶婆到現在幾年了 其實差不多五年了 其實差不多五年了 大概五年了 五年已經生三年了 對 老實說現在是少子化 好啊 身先四足啊 晚上拼命就煮 哈哈哈哈 沒有 不是 是因為齁 這真的都是緣分 對 然後 我分享一個趣味的 要生三個嘛 三個都很小 要睡覺的時候 要睡覺的時候就很麻煩 因為 三個可能都會有哭啊 泡奶的時候 哇 不用啦 那時候 妹妹的弟 老三剛出生 然後老大老二都還蠻小 我就在那邊哄老大老二 老三在旁邊哭 我說 老公你幫忙一下 你把妹妹抱起來 就哄他一下這樣 他就去抱起來 他在這裡打打打 他說 我這個月 還在做這件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突然覺得 你事也蠻可憐的 你要告訴他 佛家 佛家說啊 種什麼因得什麼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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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在這裡打 半面在這裡打 就是因為你有一天太衝動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我就覺得 因為他自己也做阿公了 對啊 他也是當阿公了 因為他有個前妻啦 小孩已經結婚了 對對對 所以他可能覺得說 他都這把年紀了 還在抱他自己的小孩 他這麼小這樣 對 我跟你講 50歲的男人 比較知道 怎麼去 教養自己的小孩 以前比較沒經驗 現在知道說 應該要用耐性啦 要各方面啦 對對對 不是壞事啦 對啦 我覺得也是蠻不錯的 一直到現在他開始 以前的他 我以前他的確不會跟小孩玩 沒有 不太有互動 那自從我那邊的小孩出生之後 我覺得我可能會多少跟他講 欸 去找爸爸 去跟爸爸玩 然後現在會 就是 在床上 然後給小孩當馬騎 對 然後 慢慢有一些互動 這個叫老馬仕途 哈哈哈哈哈哈 自圖老馬 對 然後 可能也會間接的去影響他 之前的小孩跟他之間的互動 那會喔 反而會更好 關係會更好 對 反而會更知道怎麼跟小孩互動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好的 學法 他真的把拔妹起來抱孩子 這樣 拔妹就是準備要睡覺 小孩準備要睡覺的時候 我跟你說 你跟他說 既然 三個嘛 他要這樣出來 就多一個也沒關係 哈哈哈哈 欸我們曾經開玩笑過 我說 欸 兩男一女齁 差一口 對 沒有再一個好嗎 對 又來一個兩人 對 萬年富貴 他說 我兩個女婦 兩個女婦 你覺得怎麼樣 我說 別鬧了好不好 哈哈哈哈 他說 拜託 真的好啊 可以啊 真的嗎 他這樣講嗎 真的 他有去結紮了嗎 還沒 那就表示他講假的 哈哈哈 沒有 那 不會不會不會 這個 對 三個恰恰好啦 我跟你說 布 我認識到我村裡 那人身體太好 哈哈哈 好 這個我們 現在呢 我們訪問的是 五度入圍金曲獎的 台語歌手 那麼 而且是入圍最佳台語歌手的 張涵雅 是 那我們等一下繼續請教 來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繼續收聽波動轉席改號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五度入圍金曲獎的 這個台語歌手 張涵雅 涵雅 涵雅不只這樣喔 涵雅入圍的是最佳台語女歌手 今年 對 還有最佳台語專輯 是 還有年度專輯三個大獎 是 這很不容易啊 謝謝 只可惜喔 我覺得評審喔 眼光 哈哈 可以再調整一下 哈哈哈哈 現在講話不太太想念了 不然電新聞 黃菲燕說都有人喜歡 是是是 音樂也是 對對對 再接再厲 對 那不怕查幾歲 是明年要角逐的 對 明年有看有沒有機會可以入圍這樣 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再來播喔 好 先請教你 你最欣賞的歌手是誰 哇 我欣賞的歌手喔 嗯 其實 以前 有啦 有啦 我以前 其實很喜歡 張惠妹 阿妹 對 然後一直到最近自己開始唱台語歌的時候 其實我 我還蠻喜歡二姐江惠的 江惠 然後還有 我覺得許富凱也是我覺得近幾年很喜歡的歌手 你不用太喜歡許富凱 因為他們競爭者啊 競爭者啊 但我們雖然是不一樣嘛 因為他是男歌手 我是女歌手 比較不會有太多 就是競爭的機會啦 對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 一直 一直最近很想要走他的 草 草仿那個路線的是蕭黃奇老師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 呃 很有自己的想法 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然後不管是台語還是國語 嗯嗯嗯嗯嗯嗯水 他都很有自己的味道 是是 所以我也很希望自己在唱台語 唱完之後有機會我也想要做國語 啊 對 今年應該是華語了 不是說國語 啊對對 華語 對對對 唱華語 唱華語歌 因為我覺得 譬如說你說江蕙 我們江蕙當然是很特別的 他能夠走入人心 是 市井小民的人心 而且我覺得他的歌比較比較 比較卑一點 那蔡琴他就 嗓音很渾厚 很渾厚 對 阿妹就是我們稍微小聲 就很特別 對 其實我反而覺得那種 聲音不一定要很輕量 就有時候他帶一點這種沙啞 或者是有一點 我覺得反而這種聲音 會更讓人家覺得 可以感受到他要唱出來的那種 歌曲的情境 所以你呢 你覺得你的特色是什麼 我還在琢磨我自己的聲音 因為我很希望自己的聲音 是有一個特殊的味道 大家一聽到聲音 這張韓雅 唱的歌 但我覺得我少了一點點這種 特殊的 聲線 所以 我覺得 我還是 目前我覺得 我還是比較喜歡唱現場 因為我是一個 人來風的人 我很喜歡那種 跟大家一起開心的那種氛圍 對 融在一起 對 那你說 自己的聲音的那種 細緻的東西 我還要再磨練 對 對對對 那要怎麼磨 慢慢去 不然你就把聲帶用得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老公比較喜歡輕量的嗓音 所以也許說不定自己如果有機會 我們也可以像 張青芳 芳姐那種路線也是不錯 但我現在先去琢磨自己的 對 特色 聽說你啊 從小右耳發燒 都失聰了 對 所以我現在是右耳是聽不到的 這樣跟彎轉跳不 彎轉跳不 彎轉跳不 有有有有有 所以就靠一個耳朵 那 吳歌寶跟你談戀愛的時候 是靠著右耳還是左耳 哈哈哈 這個就是很好的問題 如果是右耳的話代表 他叫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哈哈哈 沒有啦 其實他那時候也沒有特別注意這個 那因為我我也很習慣坐在人家的右邊 這樣講話就會聽得比較清楚 以前可能都在左耳講話啦 都跟我講 他他會好好愛我好好照顧我 這可會騙掉 哦 那哦 我覺得磨寶一定是沒有在你的耳耳朵邊講話 他只用嘴唇就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那這個事情對你的 就是歌唱生涯會有影響嗎 就是只靠左耳 其實還好 因為這件事情是很小很小 在我還沒有印象就已經存在的事實 但他並沒有影響我的生活 對 他我反而是已經習慣了這個生活 對但是比較困擾的是就是 有時候人要在我的右邊講話 我會聽不到 那我聽不到我就會怕我會不會不小心得罪別人 就是可能他跟我講話我沒有聽到 他可能以為我不理他 對這是對我來講比較困擾 還有唱歌有時候會帶EMO就是耳間聽 好好好 對可是別人只可以帶一個耳間聽 另外一個都是可以聽現場 可是我帶了耳間聽我就聽不到現場的聲音了 結果我只剩下一個 對 但我這個年紀我60歲了 我覺得我的世代被什麼樣的人影響 譬如說 Yap Kedin Yap Kedin Yap Kedin比我年紀大很多了 大十幾歲 可是我還是有受他影響就那個年代 要拚才會贏 他那個對時代是有影響的 比方說一首歌要拚才會贏 他其實有精神層面 就是說那種精神灌輸人家就是說 我們做事情要拚 那當然也是耳熟能響 譬如說鳳飛飛 他們以前唱什麼 我是一片雲 這些早期的什麼瓊咬之類的 那你剛剛講劉文貞 山月里的小玉 對 後來其實我很喜歡聽 蔡琴的台語歌 我覺得還有包括二姐江蕙的 很多老實講就有點講不完 覺得他都是一種對人心的撫慰 對 陪伴 甚至洗滌 那像你 我說實在 因為我們還是真的有差距 年希也差了22歲 幾乎是差了一個世代 我覺得歌有變 譬如說我唱歌 台語老歌 我爸我母親都會 那個時候 都會說你唱歌那是什麼 因為他們受日本統治的影響 他們是日治時代的人 是 所以他們只聽日本歌 什麼美空銀雀 深淨衣之類的 那我們是聽這一代的 跟你們又不一樣了 對對對 你覺得那個音樂的轉進有不一樣嗎 有欸 其實我覺得差很多 就像剛剛洪一大哥講的 我們光就台語歌來說好了 過去的台語歌它的確是比較 去感染或者是用歌聲去撫慰 因為過去的人他們生活比較辛苦 對他們做農的 做務農的 或者是生活上也沒有那麼富裕 那現代的歌曲 它走的是 因為現在大家其實生活算 已經條件時候已經很好了 那年輕人其實也不太有吃苦的 比較沒有那麼吃苦了 所以現在大家聽的是一種感覺 聽得很舒服或暢快 這件事情反而會帶 舒服暢快 對 會讓大家聽得舒服暢快 會 開心這樣 反而是這一代聽歌的一種 趨勢 就像現在年輕人的歌 他們都是比如說rap 或者是嘻哈 或者是電音這種 就是很強烈的感受 讓他可以在 他的聲光刺激 對 我覺得完全是不一樣的路線 對 這兩種路線我其實都很喜歡 我一直到現在 我還是會 我還是很喜歡唱二姐的歌 哪一首 比方說 比如說 拔杯 對 比如說他的 比較老的 我以前其實很愛唱二姐的老歌 像什麼 對 對啊 愛人哪是騎尊人 這種比較老的歌 其實他那種老歌 反而會有他自己的味道 對 還有 還有那個 露鴻蝦 露鴻蝦 對 我曾經唱露鴻蝦 唱到 就是我的家人 掉眼淚 唉唷 你好厲害喔 就是為什麼家人會掉眼淚 感受很深 那時候可能 阿公爺爺剛走 剛走 所以家人可能對這種親情類的東西 會特別敏感 我們都還講那麼久都還沒聽你唱歌 對 你唱一首你最喜歡的歌好了 台語的嗎 台語的嗎 都可以 都可以 我唱這一次專輯的新歌好了 好 沒愛沒什麼 沒愛沒什麼 上攤判唱 ok 對 感情愛生你 不是吃糖味 那湯海浪被收拾 沒人去退退 愛就更慘 是 也沒感覺吃開 應該去的包給他去 厲害 哇 突然考試有點緊張 對啊 隨便的那個 隨堂考就考一百分了 哈哈哈哈 你不管什麼時候發考卷都ok的 沒有 這個是 也是屬於比較輕快的歌啊 比較屬於那種 爵士類的那種 對對對 啊 譬如說我 我有去看那個 巴布迪倫 他來台灣演唱的時候 對對對 其實他的票還蠻貴 對 一張票竟然要八千八千八 而且坐好遠 真的喔 我去聽他的時候 他得到諾貝爾 那個那個 諾貝爾獎的時候 他是沒有去領獎 嗯 啊我覺得這個人太 太值得佩服了 嗯 別人是集集營營看 有沒有人提名他 嗯 得諾貝爾獎 提名而已 是 舉薦啊 那有些人是得到了 歡喜若狂 是 老實講也應該歡喜若狂 因為諾貝爾獎 那真的是一年只半發幾個獎項 對 可是他竟然不在乎 他不去領獎 嗯 那我就覺得說 喔這人起來有 有性格 我覺得他喔 未來的歷史定位就是說 會被認為說 他已經超越諾貝爾獎 所以你才不領嘛 是是是 那我 我因為這樣子想去聽聽他的歌 是 巴布蒂倫 那我覺得巴布蒂倫 就是用文學表達的歌 他也是文學家 也是一個歌唱家這樣子 嗯 那他帶領了一個世代 展現了一種不一樣的風格 嗯 我想剛才跟你問的說 比如說鳳飛飛啦 比如說江蕙啦 是 他也是展現了一個世代 嗯 那你希望 你的歌 啊 未來是被 被怎麼樣看待的 嗯 那時候三十年後啊 還是四十年後喔 嗯 還有一個 年輕人 他又主持了一個節目 是 其實我 你有想過那一天嗎 欸我真的還沒想過 但是我 我覺得這會是一個 嗯 努力的方向 對 對 因為一個人 一輩子說 只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 嗯 那就值得了 所以我希望 我在台語歌這件事情 嗯 我可以走出自己台語的風格出來 嗯 那像從第一張專輯 我走搖滾 對 第二張開始走電音 對 第三張也是電音 第四張開始走爵士 嗯 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 我希望帶給大家 一個 一個印象 就是喔 張涵亞 就是可以跟 新時代的台語歌 張涵亞跟 新時代的台語歌 可以畫上等號 新時代 這很重要 讓大家 普天 就是 年輕人 也可以 很願意聽的台語歌 現在年輕人要聽台語歌嗎 其實慢慢的有耶 茄子蛋 茄子蛋 茄子蛋的台語歌 那其實有很多 慢慢的啦 我覺得像很多很多 現在台語音就不能說 要怎麼聽台語歌 所以其實他們聽的是音樂 可是可以從音樂去感染他們在台語語言上面的接受 我覺得是一個好事 反而很多年輕人都不會講台語嗎 對啊 可是我們從歌裡面去讓他們了解或讓他們去接觸台語 那會是一個延續台語文化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嗯 你有把你的小孩教台語嗎 有啊 現在都說 智能 發 智能 智能 一歲半 兩歲半 五歲 一歲半 兩歲半 五歲 然後快五歲 四歲半 好 都有開始學台語 有 很重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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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們有機會是可以真的跟我們大人之間用台語來 講話 對 因為齁 如果我們還沒有教我們的孩子講台語 我覺得台語可能幾十年後就消失了 是 現在我的一代代表都是什麼 爸爸我聽到 但是沒什麼可以說 對 他們還有一代可能就越不教 所以我覺得 這個五十年後台語就幾乎消失了 是 是很有可能的 對對對 所以我們要教我們的孩子講台語 對 要怎麼教 就是在家裡講台語就好 那就是教 對 你就盡量講台語 他去學校一定是 講國語嗎 對 講國語 你家裡如果講台語 這樣他就兩種語言都學起來 是 對對對 那 你是國小老師 嗯 老公又是一個成功的 這個企業家 然後他也在做議員 是 你就生三步三的孩子 嗯 照你說是有夠幸福的 老公 那個什麼 新娘家拿給你 水仔你刷 媽媽 這樣 就這個幸福日子你喝過 結果你又吃打拼 你還是要有一個夢想在追 對 其實 我覺得 當媽媽這件事情 它是一個人生必經的過程 可是你很難 從當媽媽的這件事情 得到的 得到成就感 喔 對 當媽媽沒有辦法得到成就感嗎 可能他需要花20年 你才可以感受到那個成就感 嗯 對 你現在講的小孩子 像我一歲半兩歲半跟四歲半 嗯 那過程其實是很辛苦的 他不斷在折磨你 哈哈哈哈 你看他說吃飯不要 那洗澡不要 哈哈哈哈 你可能很難從這件事情得到成就感 婚姻也是一樣 就是他可能都是在消磨你的快樂感 嗯 可是其實他不是不好 只是這是人生嘛 對對 人生就是這樣 婚姻就是 就是吵吵鬧鬧 就是假的 瓜叔就是這樣下的嘛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有一個自己的 事業或是有自己的興趣去追求 嗯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會 把媽媽 就是媽媽這個角色 或者是妻子這個角色的心理狀態 會比較穩定 嗯 對 我覺得至少當你接觸音樂的時候 我相信你的心情一定很不一樣 對 很快樂 很快樂 對不對 對 講到這洪宜大哥 你知道嗎 待會再繼續講 沒有 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歡迎繼續收聽播多轉世界號 我是鄭洪宜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五度入圍 金曲獎 最佳台語女歌手的張涵亞 那涵亞呢 得到光然大批發 哈燒音樂榜 華語音樂排行榜第一名 耶 謝謝謝謝 謝謝 博克萊網路書店台語流行音樂CD 暢銷榮燈 首獎 謝謝謝謝 謝謝 老師這樣這都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現在他剛才你說 你要說什麼故事 沒有 我其實要說 剛才洪宜大哥講到 媽媽這個角色要怎麼跟自己的夢想結合 其實我覺得媽媽的狀態很穩定 小孩就會穩定 那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不錯的是 像有時候如果我有表演 我的先生會一起去 我的小孩如果請 那個場合是可以的 他們也可以一起去 我就曾經這樣子 然後那三個小孩小小的 可是他們看到媽媽在台上 唱歌啊 帶給大家歡樂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是一種正向的教育 他們會覺得說 其實不用害怕舞台 不用害怕大家 就是比較不會 比較大方一點啦 比較大方一點 或者是他會覺得說 他也會很想要跟媽媽一樣 在台上做喜歡的事情 很像你說的有夠重要的 小小年紀 我不曉得你體會這麼深 媽媽如果穩定 小孩就穩定 對 還有我剛剛喜歡你們家那個氛圍 爸爸媽媽要唱歌 你就要唱歌 愛唱歌 第一個當然就是身體會很健康 聽說唱歌是很好的運動 是 第二個心強就很快樂 對 不愉快就抒發 愉快就大聲唱出來 更快樂 對 所以作為一個父母親 家裡的氛圍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對 你娶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還不彎 喔 不是彎而已 小打小打 哈哈哈哈 我養三個這麼高啊 哈哈哈哈 擱在自己 擱在自己 因為這個看我這裡 這麼一個黑色尺痕 不就是 兩個是哥哥嘛 上面兩個哥哥 一個妹妹啊 但妹妹就 妹妹才一歲多啊 對啊 一歲多就捲入戰場了 哇 妹妹才恰咧 妹妹 都是看兩個哥哥在打架有沒有 然後就默默飄到哥哥旁邊 然後扒下去 這樣 他才一歲多 他到底有辦法這樣啊 對啊 因為可能哥哥以前都會欺負妹妹 妹妹就會學起來 對 所以現在妹妹就很會反擊耶 也用咬的耶 他都要去吹氣發出來了嗎 發出來了發出來了 那你就怎麼排解 就一個人抓一隻走啊 趕快分開分開 那你總要 你總要 解決 解決是非問題啊 那你會有正義啊 有邪惡啊 對 所以要 既然 老大 妹妹不會講話 還很小 老二講不清楚 現在就只能問老大啊 所以就要把老大抓過來 你告訴我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對 想辦法排解 會不會帶小孩帶到哭啊 會耶 你覺得哭過嗎 不會 我真的有時候真的自己可能已經 身心狀態很累了有沒有 已經EQ很快要崩潰了 快要崩潰了 然後呢 他可能又因為不想吃飯 不想睡覺 不想 想要看電視 或是想做一些我 平常可能不准他做的事情 可是又擄又哭又鬧 然後可能又又其他的又打架 甚至太多你當下你覺得媽媽的 那個EQ已經 負荷不了了 對 所以小孩在那邊哭的時候 我就跟他一起哭 是喔 對 或者是小孩可能就生氣 就打你 打你喔 對 好好 生氣的時候可能就揮手一打 那時候其實你已經很累了嘛 他這樣一打 我就可能說你怎麼可以打媽媽 他就在那邊 然後我也跟著哭 他反而就想說媽媽在哭 他反而就不會哭 他覺得他也嚇到 他覺得他也嚇到 想說現在是什麼情形 你跟阿婆說 跟老公說 叫他回來帶一天小孩就好 他喔 我覺得他可以帶十分鐘已經很感動了 因為他平常工作很忙 我知道我知道 我只是說開玩笑就是說 因為我們總是講說 女兒去上班很辛苦 阿太太在家 顧孩子沒什麼事 那個很輕鬆 是要帶小孩 是世界可能是最累的工作 真的 千萬不要想 因為除了帶 你不是只有滿足他吃喝拉撒 包括教育 包括心理的 心理的教育 其實都很重要 對 那時候阿婆是怎麼叫你 這還沒公開的嗎 我們知道 我們每次都問一下 對啊 我們兩個的認識 其實是 真的是一個機緣 他的好朋友伴尾牙跟春舅 然後那時候我在 唱歌 對 我有在電視上比一個比賽 所以他們可能覺得我唱歌很好聽 他們邀請我 你的比賽齁 我講一下 你的比賽有Superstar我要當歌手 超級星光大道 對 東升全球星人王 而且還拿總冠軍 對 全球總冠軍 所以那時候是 參加我要當歌手 的那個節目 然後唱台語歌 他的好朋友伴尾牙跟春舅 就覺得找我來唱 然後那時候他其實 也沒有想那麼多 只是因為他的好朋友就說 欸欸 韓牙沒有男朋友呢 不錯喔 這樣 可能敲邊鼓而已啦 他就認真了 他就認真了 所以他就 從那一次初次見面 可是不熟 他心裡面其實有小路亂撞 只是不敢講出來 對他可能不敢講 對 可是從那時候大概有半年的時間 他們只要有 建築工會有活動 他都找我去唱歌 喔 那就是力挺你囉 對 大概唱了半年 開始就約吃飯 對 那時候我也沒有想那麼多 想說 因為吃飯好像很奇怪 所以可能也拒絕了他三四次 對 然後後來是因為 因緣際會 有一次真的是 我搭他的車要回家 對 他就說他要順路 載我回家而已 這樣 結果順路就再去餐廳 還好你講的夠快 我以為順路就再去餐廳 哈哈哈哈 就再去飯店 去吃飯 對 兩個人去吃飯 哎呦 那一餐很不一樣 對 這是第一次吃飯 我才跟欸好像 也沒有自己想那麼尷尬或不好 就是不好意思這樣 有色了 對啦 就這樣 就是陰錯陽差 吃了一頓飯 就覺得可 好像OK啦 就開始慢慢會有機會 偶爾吃個飯吃個飯 對對對 那大概一年的時間 一年的時間 他有怎麼跟你正式表白 他也是很可愛呢 他都在line上面跟我講說 外面的人都說我們要結婚了 這個我真的沒有跟別人講過 他看到他都不會 他外面都認為你們是一對了啦 對 他就可能就是 外面的人都說我們要結婚了 哈哈 就自己也很不好意思這樣 慢慢的他就是 就是對 然後就牽牽手啊這樣 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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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也沒收掉 對啊 慢慢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 對 這樣戀愛多久 欸沒有很久呢 嗯哼 真正開始戀愛到結婚 差不多三個月 喔這麼快喔 三四個月 顯然你也覺得阿寶很好 但因為前面認識的時間 花很長的時間在認識 對 對 他追我大概有快一年 哈哈哈哈 然後所以花很多時間認識 所以正式交往到結婚就很快了 他做過對你追求 做過最浪漫的事是什麼 最浪漫的事喔 對 那時候在追我說 我在台北工作啊 他在新竹嘛 對 他大概每一個禮拜都會上來找我吃飯 每一個禮拜 對 然後結婚後我就跟他說 以前都可以每一個禮拜吃飯 現在怎麼都沒有 呵呵 其實他其實是一個很忙 他很忙啊 都已經生小孩了 哈哈哈哈 但你現在喔 你現在回想起來覺得 他能夠每一個禮拜播時間上來 對 跟你吃個飯 這件事情其實對他來講是一件 了不起的事了 是了不起的事情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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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你身子是幾克拉的 沒有呢 哈哈哈哈 有啦 沒有幾克拉啦 這大大來啦 跟你開玩笑 跟你開玩笑 因為我知道阿布啊 不是小氣的人 對他不是小氣 但是他不是屬於浪漫的人 他是很務實的人 他不講就情趣嗎 不太會耶 他不太懂浪漫 哈哈哈哈 所以要浪漫就要自己製造 哈哈哈哈 以他怎麼跟你求婚的 講了什麼 有沒有跪下來 沒有 因為 因為我們那時候 其實就是 說起來也是 抱歉抱歉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 就有了 小寶寶 然後就覺得 那好 我們就去登記結婚 對 所以其實是很自然的情況下 那我就常常跟他開玩笑說 他強度觀山 所以那時候就跟他講說 你好像少了一段 我的求婚怎麼都沒有 這樣 我說不用求阿 我就是你的啦 不用求阿 還是很有企業家精神 對 對 那那時候要嫁的時候 差13歲 那有想到這個 沒有耶 沒有啦 愛情就是最偉大的力量 對 爸爸媽媽怎麼說 爸爸媽媽 也覺得說 這個男生還蠻務實的啦 就是一個很踏實的男 很踏實的人 就是覺得還蠻放心的 對 阿寶不錯啦 真的阿寶不錯 所以 這個 不怕差幾歲 這首歌等一下我們就來聽了 那 因為五度入圍金曲獎了 而且今年還是最佳台語女歌手 最佳台語專輯還有年度專輯 三項大獎 但是沒有得獎 你本來在頒獎前 禮拜六之前 會不會很期待很緊張 其實我是蠻期待的 我也希望自己其實第五次了 而且這張專輯我們也是很很 做得很特別 對 那 我本來是覺得應該也是有一點機會啦 對 嗯 但 我覺得 三也做啊 對不對 對 哈哈哈哈 製裝會也發了 對 手拿也買啊 手拿也買啊 這應該要讓我上台拿個獎盃喔 露露相有沒有 真的 沒有啦開玩笑 其實 你本來有沒有打算怎麼發表得獎感言 有有有有 都準備好了對不對 對對對 都準備好 那沒有機會在哪裡講 我們在這裡講 哈哈哈哈 如果我有上台的話我可能會說 嗯 謝謝評審 嗯 我拿的終於是獎盃 不是奶瓶 哈哈哈哈 漂亮 哈哈 對 終於有機會可以完成地方媽媽的 小小心眼 真的 對 就是 所以覺得可以鼓勵 所有當媽媽的人 都要勇敢追求自己的保險 對 給你30秒跟評審講講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評審老師 我們很用心在唱歌也很用心在做專輯 給我們一個機會 哈哈哈哈 拿拿獎嘛 哈哈哈哈 呀 明年他們的眼光會修正一下 好 好 那 這個我們現在訪問的是 張涵亞 他是五度入圍金曲獎 而且今年是三項大獎 我覺得也是一個非常 歌有夠好聽的一個台語女歌手 這樣 所以呢我們現在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她的這個新歌叫 不怕插幾歲 來而且是爵士樂喔 對是爵士 哎呀了不起 以前你爵士樂並不是你的專攻嘛 對不對 特別特別好 好來我們來分享 不怕插幾歲 是這個涵亞的新的專輯 對新專輯的 好聽喔 謝謝 對 後面大哥的新情 吳國寶感無感動 他很喜歡這首歌耶 因為不怕插幾歲 哈哈哈哈 對歌詞很貼近他的心情 是啊 我私底下才知道說 原來涵亞也是大學也是讀音樂系 音樂的涵養跟造詣就完全不一樣 沒有沒有 好 那明年 我看評審眼光是要修正的 哈哈哈哈 不修正的話我們再來討論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今天謝謝涵亞 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紅衣大哥 謝謝 好那我們今天進到這邊 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